是到目前为止我见到的最漂亮的一首歌词 他用一首歌唱哭了流欢 却在成名时为了妈妈选择消失 1986年赵雷出生在北京郊区 从小酷爱唱歌 成绩却一直垫底 亲戚朋友都说他不会有出息 只有妈妈说 我相信你 21岁时赵雷决定做个流浪歌手 他去了西藏 可高反 头晕 吃不饱饭 秋衣脱了线都没钱买 但每次妈妈来电话时 他都说挺好的挺好的 可孩子怎么能骗得过自己的妈妈呢 妈妈拿出家里的积蓄两万块钱 偷偷给赵雷打了过去 2010年赵雷参加快乐男生比赛 一首妈妈唱的所有人潸然泪下 此时赵雷的妈妈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无数个夜里 赵雷想着妈妈那句话 雷雷 你唱歌挺好听 啥时候出个CD给妈听听 为了尽快让妈妈听到自己的CD 赵雷借了60万 没日没夜地窝在小屋里录专辑 可就在专辑完成前 妈妈走了 之后赵雷又出了第二章 第三章专辑都会带去妈妈的墓地 我每次都会埋在我妈的那个墓地上 我希望她能听到 让我又开始说给她在那个地方给她放 后来赵雷霆成都 画阿雕等火遍全网 挣钱的机会蜂拥而来 可她却消失了 因为她跟妈妈说过 要做中国最好的原创音乐 为钱丢掉初心 这事她从没想过 如今六年过去 她出了第四章专辑 里面有一首专门写给妈妈的歌 我记得 虽然没有一句妈妈 却句句都是妈妈 她对着天上的妈妈说 时空是个圆圈 直行或者拐弯 我们终会相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